婚礼彩排现场 我定好天价婚纱 未婚妻就不见了 我焦急如焚 转头看见她跟在一个男人身后 走过转角 我心里有一阵的不安 想起之前看过了失踪妻子 被做成不倒翁的新闻 连忙跟了上去 我以为会费一番功夫 却没想到刚走到楼梯口 就看见了她 她就在站在楼梯口 泪眼朦胧地拉着前任王成的手 你难道忘记当年的承诺了吗 你说只要我愿意 不管多久你都会等我的 你忘了吗 柳如焚说的深情 完全没注意 我就站在他们身后不远 而王成确实一眼就注意到了我 他挑衅地看着我 一把将柳如焚搂紧了怀里 当然不会忘 只要你开口 不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来到你的身边柳如焚 埋在王成怀里 淒淒爱爱地哭 我心里愤怒不已 屋内还想着我们婚礼要放的乐曲 屋外我追了数十年的女神未婚妻 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 未有没有忘记当年的约定 回到彩排现场 音乐已经到达尾声 柳如焚拎着一瓶红酒 已然枯花了脸 靠着巨大的泰迪熊 说着胡话 我正想上前扶他 却被他当众甩了一巴掌 你谁啊 干嘛拉我 滚 我脸上火辣辣的 却爱着场合 只当他是恐婚 拉着他 轻声哄道 我是陈希然 你的未婚夫 听到未婚夫三个字的瞬间 他暴跳如雷 再没有了平时的温柔 反而如同一个泼妇一般 对我有着莫大的恶意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滚 快滚 王成呢 王成 现场的工作人员 一时都愣在当场 纷纷投来 打亮的眼神 我扶着柳如烟的手 愈发收紧 几乎是逼着自己说 王成不在 柳如烟突然搂着我 呜呜地哭了起来 怎么会不在呢 他是我男朋友 他说过会娶我的 我和陈希然 真的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舔狗 周围一片虚声 我却像是被万简穿心一般 十年了 原来我在他眼里 就是一个舔狗 我失望地看着他 满心的酸色 令我想将他推开 他却一把勾上我的脖子 面上是胃干的泪痕 我下意识咽了口唾沫 好像又看见了当年 在我面前一边哭 一边狂塞汉堡的姑娘 谁知道 下一秒 他竟眼泪汪汪地撒娇道 王成 我不要嫁给陈希然 你带我回家吧 好不好 荒唐至极 柳如烟竟然把他的未婚夫 当成前男友了 周围人笑意更甚 柳如烟的闺蜜 王倩倩甚至开口提议 陈总 烟烟喝多了 你就让让他 就让王成先送他回去吧 最终还是柳如烟的母亲 我的岳母开口 结束了这场闹剧 小陈 你和烟烟都喝了酒 就让王成开车 送你们回去吧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烟烟不过是说胡话 等你们结了婚 他自然知道 谁才是真正对他好的人 可是柳如烟 是我水中捞起的月亮 偷来的光 我怕一不小心 就没有以后了 于是我第一次 不顾柳如烟的挣扎 更不管别人的讥讽 和岳母的白眼 一把将他扛在肩上 今天的彩排 就到这里吧 到家后 我忙里忙外的 为柳如烟更换土葬了的衣物 又给他拿了冰毛巾擦脸 煮好了醒酒的酸梅汤 全程 柳如烟只是靠在沙发上 冷冷地看着 十年了 我和你在一起十年了 现在只不过是想让老朋友 陪我回家 聊聊天 叙叙旧 你这点信任 都给不了我吗 我只觉得可笑 这房子是我们的婚房 难道我要眼睁睁 看着别的男人 进到我的婚房里 和我的老婆叙旧吗 我们的婚房 柳如烟双眼通红 双眸里满是愤恨 要不是当年 你走错了房间 让王城误以为我失身于你 他又怎么会抛下我 我又怎么可能会嫁给你 他歇斯底里地垂着沙发 发泄着他的不满 当年的事情 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 一旦提及 就是血淋淋的伤疤 现在为了一个王城 却是被他随意地摆在了面前 而这仅仅是因为 我不同意让他的前任 送我们回家 荒唐至极 愤怒和心痛涌上心头 我甚至能听见 咬紧牙关时的歌之声 可我还是只能将这一切 烂进肚子里 绝口不提 罢了 当年既然已经选择了 做一个恶人 那这苦果 也只能默默吞下 我不想伤害柳如烟 至少现在不想刺激他 我攥紧拳头 看着柳如烟泛红的双眼 多美丽的一双眼睛 那里面也曾对我充满爱意 我伸手想将他揽进怀里 再认个错 毕竟这么多年 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可他没给我这个机会 起身去拿手机 烟烟 不好了 王成从楼梯上摔下去了 听到语音的瞬间 柳如烟脸色苍白 他顾不上与我再说一句 拿上车钥匙就出了门 夜已经深了 我实在放不下心 只好打了个车跟在他身后 凌晨三点 到达医院 王成正躺在病床上 嗨哟嗨哟叫唤个不停 我听着他那中气十足的声音 就觉得心里窝火 看着柳如烟身上轻薄的连衣裙 我脱下外套披在他的肩上 他根本没理我 焦急地冲进病房 几乎是扑在了王成身上 我看着窗户里的倒影 我眼下清黑 嘴唇泛白 或王成这活蹦乱跳的样子一比 我才是那个该躺在病床上的人 成哥哥 你还好吗 你身上疼不疼 你哪里疼告诉我 我默默看向一旁的医生 他什么情况 患者从楼梯上摔下来 腿部已经失去知觉 很有可能丧失生育能力 但经过检查 没有磕碰伤 没有骨折 没有淤血 我嘲讽一笑 就是什么是没有 在这装病瞎巴巴呗是吧 医生 这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柳如烟文言蹭的站了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骂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冷血 要不是你不让王成送我们回家 他怎么可能会从楼梯上摔下来 我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不是 医生都说了啥是没有 愣是一个字听不进去是吧 我只觉得眼前一黑 正要解释 就听王成又开始 哎呦哎呦叫唤了起来 柳如烟连忙扶住他的肩 柔声安慰着 我为他披上的外套 也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下 掉在了地上 就如同我一般 被他狠狠践踏 自始至终 没有施舍给我一个眼神 我身子一晃 还是一旁的医生扶住了我 你没事吧 我用力晃了晃头 示意我没事 亮呛着走了出去 忽然手机响了一下 一看 是婚礼筹备群 王倩倩 我就说陈熙然耸吧 只要是烟烟 她屁都不敢放一个 后面还跟了一个 柴犬得意的表情 但是很快就撤回了 群里又落无其事地 说着婚礼流程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只觉得口干舌燥 心里闷这一口气 堵得心慌 忽然一条消息传了过来 还是王倩倩 陈怂狗你看见我的消息了吧 还没来的几回 跟着又是一连串的消息 识相的 就早点分手祝福 王城和燕燕 才是一对 你呀 就是一条 不要脸的舔狗 果然是柳如烟的 狗腿子闺蜜 十年前也是这样 当年王城是校草 还是篮球队主力 不管他去哪里 都是前呼后拥 乌泱泱一群人跟着 不管他做什么 都有人支持和学习 而我不一样 我从小城市来的 十年前甚至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 黑框眼镜 夹牙套 让帝斯 怂狗这些不堪入耳的外号 几乎成了我的代名词 甚至连好不容易得到的竞赛奖金 也被人怀疑是抄袭和作弊 我的心口有些堵得慌 明明当初如同一束阳光照进我生活的人 是柳如烟啊 他在我深陷怀疑与质疑的时候 找到我 鼓励我 是他告诉我 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 为什么只要是和王城有关的 他又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不仅当众让我难堪 还任由我被人讥讽辱骂 让我一个人灰溜溜地躲进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你还好吧 医生伸手来探我的体温 他的手温暖细嫩 我下意识躲过去 生怕他看出我现在的窘迫 没 没事 可能有些滴血糖一个苹果塞进了我的手里 我下意识看过去 就见医生的脸上挂着明媚的笑 怎么没事 你几年前就骗过我了 他冲着我脚狭地眨了下眼睛 我靠着那颗小小的苹果支撑到了天亮 滴血糖总算缓解了一点 柳如烟仍不眠不休地守在王城身边 悉心照顾着 他那么娇气的一个小公主 只因为我没有跑三条街买他最喜欢的明星专辑 就报复地将我养了四五年的狗 扔去了狗肉店 如今却是脚不沾地的 又是喂饭又是打水擦脸 拿出了十二分的耐心 陪伴着王城 我讥讽地敲了敲门 没打扰你们吧 要不要我再把床给你搬到这里 柳如烟走过来就甩了我一巴掌 你说够了没有 王城是因为谁才会摔下楼的 难道还要我再提醒你一遍吗 眼看着他又要去伺候王城 我赶紧拉住他 望着床上王城幸灾乐祸的眼神 我沉声道 你在这守了一夜了 该回去了 回去 他甩开我的手头也不回 要回你自己回吧 王城一天没好 我一天也不会离开他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这样和他老婆有什么区别 你别忘了 谁才是你未婚夫 柳如烟终于回过头 却是讥讽一笑 你也别忘了 你到底是为什么成为我的未婚夫 王城要是好不了 结婚又有什么意义 我如遭雷劈 你的意思是 你说你想办一场万众瞩目的世纪婚礼 就是为了见王城 你现在想的还是 王城吗 最后几个字 几乎是我命令自己说出来的 我甚至连我说的话本身 我都不敢相信 柳如烟只是残忍地对我笑 是啊 我不怕告诉你 我自始至终想要嫁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王城 但你害他摔伤了腿 还丧失了生育能力 陈希然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我浑身忍不住地颤抖 几乎是咬碎了牙 才没当着王城的面发作 柳如烟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他走过去 坐在王城的身边 似乎是在无声地告诉我答案 我只感觉心脏疼的像是要爆炸了 我强忍住愤怒转身 我就当你在说气话 下个月的世纪婚礼会如期举行 如果你还是选择离开 我成全你 我走身后是无尽的沉默 我回了老家 想一个人静静 我妈在门口迎接我 她没什么文化 是老师本分的庄稼人 我爸死后 是她独自一人拉扯我长大 在苦在泪 都要供我读书 上大学 接到我的时候 她系着围裙 走到门口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看我一个人 我妈还笑着问我 儿子 燕燕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提起柳如烟 我心里仍是堵得慌 只好随口应付 小姑娘脸皮薄 我妈叹了口气 有些遗憾 我注意到 餐桌上摆了三副碗筷 她是特意在等着柳如烟的 她回到房间 不一会儿摸索了个旧铁盒子 掏出一只翡翠镯子 这是你外婆留给我的 现在有了烟烟 这镯子你记得给她带去 我盯着桌子 眼眶有些发热 我妈我外婆真是的宝贝 柳如烟可不一定会在意 毕竟 她现在一心就扑在 她那装病的前人身上 我郑重地接下那只镯子 好 我一定带您和外婆 转交给您未来儿媳 我妈仍是有些失望 要是她亲自来就好了 刚好也带她去山上 拜拜你爸 让你爸也见见 她还在叙叙叨叨交代着 我却再也忍不住 借口躲去卫生间 擦了擦眼泪 妈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曾经 我无数次想过 与柳如烟幸福的婚后生活 可现在看来 或许她也畅想过 只是那个陪伴她到最后的人 不是我 婚礼那天 很快就到来了 我把定制的天价婚纱 代代相传的翡翠镯子 一起放在了茶几上 以便她一回家就能看见 可她的电话 微信 统统无人回应 我愁愁不安地 在酒店门口转来转去 独自应付那些议论纷纷的宾客 新娘怎么还没到 谁去叫一下新娘 我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微笑 连我妈也看出不对劲 几次过来询问 儿子 你媳妇呢 我沉默 知情的宾客面带惋惜 毕竟这一场世纪婚礼花笑可不少 若是因为新娘缺席 那上亿的钞票可就打水漂了 可不是 我感觉脸上的肌肉都僵硬地抽出了 这场我独自操办的如此盛大的婚礼 这段我一个人沉浸其中的恋爱独角戏 应该也是无疾而终了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面 各色的灯光映在我脸上 让我看起来像个小丑 我却只能尴尬地站着 不停地解释 等一等 再等一等 哪怕我知道 我等的那个人 根本不会来 这场婚礼 被我硬生生从中午 拖到了晚上 在场的宾客叫苦连天 就连柳如烟的母亲 也愤然离析 不知道是去找自己的女儿 还是不满她让自己丢了脸 宾客陆陆续续散场 剩下的也不过是想看看 我该如何狼狈收场 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早就知道柳如烟不会来的 她满心满眼都是王城 怎么还会想到我 我又何必期待着什么呢 这一天的最后一刻 我颓然地拔下音响的插座 乐曲停下的瞬间 婚礼现场的门被推开 柳如烟双眼泛红地走了进来 全场欢呼 仿佛她浪女回头 我势而复得 我们又成了全世界最幸福 等待祝福的一对新人 可是我看得清清楚楚 她没有穿婚纱 也没有带我妈给的翡翠镯子 柳如烟含泪走到我的面前 猛地扑进我的怀里 怎么办 王城突然陷入昏迷 可是竟 I see you要好多钱 众人面面相觑 啥啊 这是来要钱的 王城谁啊 新郎她亲戚 不会是新娘向好吧 真丢人啊 新郎等了她一天 居然是为了别人来的柳如烟 狠狠拧着我的腰 面上却是一副柔弱的期待模样 你 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 你知道的 我出来急 没有带钱包 我掰开她掐住我的手 将她推开 不 我不可能给你 这是我这十几年来 第一次拒绝柳如烟 她说想要万众瞩目的 世纪婚礼 我就不计成本地 为她打造一步一景 甚至请来了 近半数的名流明星 为她庆祝 她说想要独一无二的婚纱 我就亲自为她设计 经过无数次修改 还请来最好的服装师 量身定做 就连她要邀请 当年那群欺辱过我的人 我哪怕痛苦疑惑 都会尽全力为她请过来 哪怕是在天涯海角 我虽然是白手起家 但是对于柳如烟 向来是百无禁忌 所以她无法理解 我为什么 突然不想做她的提款机了 不过是给她的前任 交医药费而已 柳如烟脸上的笑 再也挂不住了 她指着我生生质问 你报复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报复我 王成是因为你 才摔下楼 现在恶化到陷入昏迷 说不定会死的 你竟然冷血到 连医药费都不肯出 我真是看错了你 我知道这是她一贯喜欢的 道德绑架 好击我乖乖就犯 我走进她 将一个东西塞进了她的手里 一支用过的燕运棒 上面的两道杠 明晃晃地讽刺着我的痴情 她竟是早背着我 怀上了王成的孩子 你明知道 这十年你从来不许我碰你 我压抑着痛苦 想去拉柳如烟的手 却被她一把甩开 她是被你害得没了生育能力 这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孩子 你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容不下 还妄想我忘了她嫁给你 她彻底撕下了伪装 在不顾体面 转身就将两米多高的水晶雕像 推倒在地 那是我为了她 花了无数个日夜 亲手雕刻出来的 甚至不顾阻拦 冲着底下的宾客喊道 你们以为陈希然是什么好人吗 不过是个只会投机倒把的垃圾 狼心狗肺 不要脸的舔狗 不就是运气好弄了几个臭钱吗 还真以为癞蛤蟆能吃天鹅肉了 全场花生一片 柳如烟在亲手践踏我 践踏我们的十年 我太蠢了 蠢到十年前 被人威胁陷害 骂畜生 也要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 只为遮掩柳如烟 最后那片折羞布 冰克的视线打亮着我 仿佛我又成了 那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从深情吃手的傻男人 变成了不择手段 抢别人老婆的男小三 他们指指点点 从我的身材相貌 到我的学历身旺 我说一个乡里鳖 怎么成了股神 原来是靠女人 不是好人就算了 竟然还敲墙脚 我和你们说 她大学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字字句句 如同尖刺狠狠扎进 我的身体 王倩倩也在 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嘴唇夸张地动着 是在说 柳如烟只能是我哥的 我妈站了起来 试图安抚 她不知道这些人 是为什么 对她因以为傲的儿子 有这么大的恶意 可我知道 所以也该是将事情 说清楚的时候了 我走到柳如烟身边 最后看了她一眼 她只是冷漠地撇过头 仿佛我如今 只能下见地讨好 然后等待着 任人辱骂的结局 我释然了 我选择放过自己 当着众人的面 我拿出了手机 打开了网盘 里面有两个文件架 一个文件架里 存着我与柳如烟 这十年爱情的点点滴滴 而另一个文件架 是由匿名账号 发送到我的邮箱的 不知道是谁 我举着手机 对柳如烟说 柳如烟 这里面是当年 全部的真相 我原本只想守住你的秘密 保护你 所有的后果 我独自承担 说着 我将手机画面 投屏到大屏幕 随着连接成功一声 画面出现 视频正在载入 她惊恐地 想要过来阻止 我最后的话想起 可是现在 你不配 事情其实很简单 当年 王成 不过是一个 远近文明的捞难 她不思进取 一心只想找个富婆 少走几十年的路 当个小白脸 本来她根本 看不上柳如烟 认为她又做又装 只因为她妹妹 王倩倩的一句 奄奄公主 对她产生了兴趣 展开了穷追猛打的攻势 她在柳如烟家楼下淋雨 唱她喜欢的情歌 在人流量的街口 大声喊 柳如烟 我爱你 甚至渐渐地 开始尾随 道德绑架 油腻发言 土味情话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只为了将柳如烟 成为她的所属 可柳如烟 偏偏吃她这一套 她有着一颗 文艺女青年的心 只谈情 不度爱 更没想着花钱 她们成了 人人艳羡的灵魂伴侣 却不是王成 原本计划的那样 所以她将柳如烟 约去了私人饮院 其实是在饮料里下了迷药 她想让她彻底 沦为自己的奴隶 移动的提款机 而我 就是那个从头至尾 阻止他们美好爱情的恶人 从亲眼看见 王成在酒吧 搂着别的女人 说柳如烟 是上赶着往男人身上贴的便宜货时 我就盯上了她 看着她买了瓶饮料 往饮料里下药 之后递给了柳如烟 我报了警 要求店员开门 救下了已然意乱情迷的柳如烟 而王成趁乱逃走 私人饮院的沙发上 柳如烟看着衣衫不整的自己 惊慌失措 这还是我找女店员给她穿上的 谁知看到我的第一句话 就是逼问 你怎么会在这 王成被你怎么样了 不管我如何解释 哪怕制服叔叔为我作证 他都不相信是王成害的他 他的心里 早已将我看成十恶不赦的罪人 王成始终没有露面 但是柳如烟的名声却是彻底毁了 柳氏集团的员工们 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邮件 柳如烟的求欢的照片 照片中的柳如烟 一改他平日青春的模样 迷离的眼神 勾人的身体 令他这朵高岭之花 彻底被践踏进了泥泥 文件就是这个时候发来的 里面的照片更加突破底线 甚至还有视频 我竟是没想到 就在我请求店员破门的 这短短十分钟里 王成竟会引导情迷的柳如烟 做出这么多下流的事情 我看着那些照片 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了眉目 但我无数次想告诉柳如烟 都吃了闭门羹 他不肯见我 只知道躲在家里哭 甚至不想将这件事情闹大 只是让制服叔叔 将那些照片销毁后 便想稀释宁人 我却因为帮他恢复名誉 忙前忙后 却被变成柳如烟的无脑舔狗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 自导自演的英雄救美 照片那么大 劈得把死舔狗 这么清晰 不会就是你拍的吧 我被拳网网报的那几年 倒是分散了 侮辱柳如烟那拨人的注意力 其中有一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有人说 柳如烟命真苦 被你这么个癞蛤蟆缠上了 最后是岳母亲自来见我 我知道你喜欢我女儿 但没想到 你竟用这么下作的手段 去得到她 证据都在你的手机里 你还敢说 做这些事的人不是你 你说是王成计划的 那拿出证据来啊 空口无凭 就往她身上甩锅 事到如今 你还躲着不出面 你是想我女儿 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吗 这件事你认也得认 不认也得认 找个日子 公开恋爱关系吧 岳母的话说得难听 但却是给了我 唯一能将柳如烟 留在身边的方式 柳如烟全程没有出面 我无数次打开 她的聊天框又关掉 不知该庆幸还是后悔 庆幸是我终于追到了 喜欢多年的女孩 后悔是这个女孩 并不是因为爱我 才和我在一起的 我背负了骂名 也错失了真心 婚礼现场 我说完了 我与柳如烟的所有故事 邮件发送地址可以追踪 当年的始作俑者 并非做得天衣无缝 当年贫困 谨小慎微的我 没办法去澄清的事 如今的我要为自己证明 哪怕时隔多年 所有的证据 依旧支持向同一个人 王成 柳如烟 我早就和你说过 你执着等待的人 才是真正害你的凶手 而你百般容不下的我 才是一直默默守护 支持你的人 后面的话 我没有说 也不打算说 事实摆在眼前的这一刻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 不停地低声喃喃道 骗子 你骗我 但这一次 没有人再理会他 全场寂静无声 之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好男人啊 竟然能为了心爱的女人 隐忍这么多年 当年像我恶语相向的人 这回都白着脸 灰溜溜地躲进了人群里 这次婚礼 有不少第一次见我的商界大佬 因着我的表现 第一次认可了我这个古坛新秀 称呼我一生 陈古神 柳如烟忽然回过了神 如同吃傻一般 嘀嘀咕咕地走了出去 这一次我没有管他 只是亲自送我妈回了老家 谁知道岳母竟然找了过来 花白着头发 第一次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 他的身后 跟着蓬头垢面 眼神涣散的柳如烟 柳如烟像是彻底疯了 把弄着手里一直碎了瓶的手机 一会伸到耳边破口大骂 一会又对到眼睛前边 但是我知道 他是装的 毕竟我追求了他许多年 他一抬手 我就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看着他为了装可怜 捡起臭气熏天的脏泥 往脸上抹的时候 我第一次感到了厌烦 我看着一脸期待 看着我的岳母 直接关上了门 天黑了 岳母赶紧带柳如烟回去吧 别到时候 王成死在医院了 还要怪 是我耽搁了你们 岳母尴尬的声音 自外边响起 王成不见了 医生说 我女儿一来找你 她就偷偷溜走了 王成 王成 她在哪 她怎么可以这么做 听见王成两个字 疯了得柳如烟 似乎决定装到底 猛地扑过来 撞在门上 见我任由他们娘两 关在门外 而无动于衷 又戚戚爱爱哭了起来 这是我早就遇见的事 岳父去世后 柳家的公司早就被收购了 这些年全靠我在运作 王成也是因为 听闻了我古神的名头 想着借柳如烟 再来掏一笔钱罢了 如今因着她住院 柳如烟 几乎是掏光了家里的积蓄 这时在由王倩倩出面 将这些钱转交给医院 实际上 全进了他们王家兄妹的口袋 最后 一无所有的柳如烟 对于他们来说 甚至比不上一张麻布袋子 还想要什么 他们怎么做呢 我冷漠地站在门后 是吗 说不定是什么医学奇迹 让她突然 又能下床走路 想当的跑步冠军 柳如烟终于不装了 她贴着门 用冠喜欢用的 可怜兮兮的语气说道 昔然 你知道的 她就是欺负我单纯 骗走我所有的钱 我还不小心弄丢了婚房的钥匙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让我进去 单纯 我笑了 柳如烟 你也知道的 你向来看不起我妈 还说我家老宅就像是垃圾堆 说乞丐都看不上 你怎么能进来呢 她拍着门 死活不肯走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昔然你给我一次机会 挽回你的心好不好 难道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都不能给我吗 我依旧没有动 柳如烟 你还记得我爸继日那天吗 我只是因为先去接了我妈 再来接你 你就暴跳如雷 砸了我爸所有的鸡瓶 还将我丢在荒山上 自己开车离开 门外没有声音 我知道 她听得见 回屋前 我说了最后一句话 柳如烟 还记得我在医院说的吗 如果你选择离开 我会成全你 分手吧 好聚好散 我听见一阵沉默之后 是柳如烟控制不住的抽气 还好 这场两败俱伤的感情 痛苦的不只有我 这漫长的十年 也不算是有始无终 第二天 我就联系助理 将我的所有东西 从新房里带走 那个房子 满是与柳如烟的回忆 我不想要了 却没想到 遭到了柳如烟的阻拦 陈总 柳小姐她 昔然 昔然是我 电话那头的声音变成了柳如烟 她结结巴巴了半天 才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你真的 不要我了 我直接挂了电话 迟来的深情 比草剑 非要等到失去了 才知道回头 手机又疯狂地响了起来 是助理 但我知道 可能还是柳如烟打的电话 于是我依旧挂掉 打一个我就挂一个 直到助理发来短信 不好了陈总 沈小姐要跳楼 我连忙将电话回播了过去 无人接听 于是赶紧打车 到了婚房楼下 已经围满了乌泱泱的居民 指指点点 听说还大着肚子呢 谁家的媳妇 被逼得要跳楼 真不是个男人 虚 听说是陈总家的 之前出轨了 现在闹跳楼 逼陈总回心转意呢 我皱眉 抬头果然看见柳如烟 站在楼顶 穿着那件 我亲手设计的天价婚纱 美丽而破碎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她微微隆起的小腹 我正想离开 却猛地被叫住 昔然 忽然我似乎看见了 王倩倩的身影 难不成是柳如烟 找来造势的 昔然 你送我的婚纱和镯子 我穿上了 柳如烟还在自顾自说着 可不可以 回到我的身边 再给我一次机会 看着满脸期待的柳如烟 我忽然举拳向她招了招 要是你以为 还能用跳楼来骗我 那你加油跳啊 婚礼前 我无比期待 她能够打扮成今天这样 参加我们的婚礼 可她没有来 而现在 竟又将她们穿在了身上 昔然 我揉着眉心 强忍住不跃上了楼顶 向她伸出手 婚纱你穿了就穿了吧 镯子请你还给我 那是我妈给她儿媳妇的 柳如烟将带着镯子的手 藏在身后 我不会给你的 我可以做妈妈的儿媳 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忽然有些怅然 柳如烟 之前 我也是这么纠缠你的吗 她的身子一将 你 你说什么 我再次看向人群 已经不见了王倩倩的身影 仿佛只是我的错觉 也是 那天之后 我就将证据交给了智福叔叔 现如今 她和她哥哥王成 应该早就已经洗涤银手镯了 又怎么可能会出现 如果之前我也让你产生了困扰 我向你道歉 柳如烟彻底愣住了 定定地看着我 我 我没有 我只是 只是以为你不会离开 她眼眶越来越红 仿佛下一刻就要落下泪来 但很快 她就拿出手机 妈 你都听到了 是昔然不要我 岳母一如既往的狗眼看人低 自从上次来我家吃了闭门羹以后 便觉得是我让她老脸没地方 我女儿当年要不是你 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样 就算是怀了王成的孩子又怎么样 还不是你害得王成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也算是助人为乐 以前穷得叮当响的时候 我女儿没有嫌弃你 你现在有钱了 倒是摆出一副高攀不起的样子了 果然 没爸的孩子就是没教养 他刻薄的声音从手机公放出来 我倒是没有觉得很意外 可提到我爸 我真的忍无可忍 我打开手机直接发了一连串照片给岳母 讥讽说道 你清高 你了不起 我倒是想看看 你知道你老公有一个比柳如烟还大的私生子吗 还是说 你就是插足的小三 还说什么家教 沉默之后 是岳母的尖叫声 你个丧门兴 竟敢批这种图片造谣 那些照片是岳父搂着另外一个女人的照片 那个女人一看就保养得更好 风韵犹存 我拿着手机 又是十几张图片发了过去 然后点了拉黑删除 对了 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故意放缓语速 避免岳母听不清楚 你知不知道 柳家的公司根本没有破产 而是都被你老公偷偷转移资产到了海外 现在估计杨孙子都抱上了 您说 我要是把柳如燕的照片 发给岳父另外的女人 她会不会把岳父还给你 又是一阵沉默 我笑了 哦 你不敢 因为你才是那个小三 毕竟你这些年拥有的一切 不过是那个女人牙缝里踢出来的菜叶子罢了 我说怎么好几年没看见岳父了 原来你们压根没结婚啊 住嘴 终于 岳母忍不住了 你们想分手 就分手吧 别来烦我了 电话挂了 柳如燕一脸错愕地看着 良久 终于将手上的镯子退下来还给了我 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 对 对不起 我没想到我妈妈是这样的人 她之前说的话 我 我向你道歉 我挑眉 没想到柳如燕知道了这么大的秘密 竟能这么平静 算了 我也不应该在你面前说这些 但是我不可能再和你在一起了 就此分开来吧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急速的脚步声从我身侧响起 我还来不及反应 就听柳如燕喊了一句小心 身子被重重推开 跟着就看见柳如燕如断了翅膀的鸟一般 直直地从我面前摔下了楼 血泊在身下蔓延 她的口鼻不断涌出鲜血 而王倩倩站在屋顶边缘喘着粗气 双目星红 手还保持着推散的动作 她疯魔一般地嘟囔着 去死吧 去死 我哥都是你们害的 你们都是杀人凶手 救护车的声音很快在楼下响起 王倩倩像是被刺激一般转头再次瞪向我 突然就掏出一把美工刀向我扑来 我下意识阻拦 却被瞬间扎穿了手臂 我抱着手一步步后退 直至被逼到屋顶边缘 看着宁笑着靠近的王倩倩 我绝望地闭住了眼睛 好可惜 我才刚甩掉泥泥一般的前半生 还没来得及开启新生活 然而 想象中的失重感没有到来 王倩倩被一拥而上的制服 疏疏前置住 刀尖离我的眼睛不过一寸 我快速从地上爬起来 冲到楼下 柳如烟已经被抬进了救护车 连忙跟进去 看见他瘦弱的身体 不断染红白色的床单 我嘴唇涅诺 他努力地将手伸向我 南南 请你原谅我一次 车后 是王倩倩在楼顶疯狂地辱骂我 猛地一个挣脱 静止从楼上跳了下来 番外 我去监狱看王城的时候 告诉了他王倩倩的死讯 他恨不得当场隔着玻璃 砸烂我的脸 明明都是一样的贱命 凭什么你做什么都厉害 不就是给了柳如烟 塞了个廉价的汉堡 凭什么你就能得到他的亲眼 而我只能像条卑贱的狗 用些下三滥的手段 才能得到他的心 就连我们在一起了 他提的最多的人也是你 说什么你是个事业狂 却还能记起天冷 给他带件毛衣 卑鄙的手段 你要真那么贴心 怎么不追他 怎么不告白啊 你什么都好 柳如烟还不是乖乖爬上我的床 急进媚态勾引我 我皱眉 够了 王城已经失去理智 不断地撞着我与他之间的玻璃 被制服叔叔按住的时候 他仍是一脸不甘 柳如烟那的贱货 我给他下药 他竟然还敢叫你的名字 我就是要毁了他 让你也别想得到 凭什么他满心满眼都是你 凭什么 我目瞪口呆 原来柳如烟也是爱过我的吗 可是太晚了 太晚了 腹水难收了 探视的最后 王城像是被抽去了全部力气 柳如烟还活着吗 我当着他的面 放下了通话器 他不配知道 出了监狱 我接到了医生的电话 我不在的时候 是他帮我照看柳如烟 柳如烟内脏受损 索性抢回了一条命 这辈子可能都醒不过来了 曾经骄纵的小公主 如今只能陪伴闪烁的仪器 度过余生 我负担了他的所有医药费 电话那边 医生约我去母校图书馆 我如约到的时候 他脱下了那身白大褂 看见我玩耳一笑 我疑惑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还真是贵人多妄事 他称怪道 在你苦苦追随柳如烟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曾经在图书馆 给过一个勤工俭学的小姑娘 一颗苹果 那时你在柳如烟那里受了委屈 就会一个人躲在图书馆的杂物间里 有一次你待得久了 还是我去找柳如烟来找你的 我的脑海里 浮现出了一个轻瘦的身影 与面前的医生面容渐渐重合 原来 最早找到我的 另有其人 原来当年那个女生是你 你便漂亮了许多 她在我面前转了的圈 如同一只美丽的蝴蝶 杂货间角落墙上 曾经写满了柳如烟的名字 早已经颁布不堪 那是每一次我想她石流下的 如今却是粉刷一新 医生的脸上 还有一点纯白的油漆 从今天开始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全文完